《坦赞铁路》 无数中国铁路工作者 在异国他乡为之付出汗水 甚至是生命 74岁的老人郭浩 回忆起40年前 修建坦赞铁路时的情景 仍历历在目 坦赞铁路整个的建设过程 就是从70年的那个年底开工 一直到76年的7月16号正式移交 建设1860公里这么长的铁路 只花了五年半的时间 这也是创纪录的 这个全线有96个车站 360几个 几多大大小小的桥梁 22个隧道 工程量是很大很大的 尤其是铁路的施工队 我们在当时我们国家里面 刚刚那个时代 是最能吃苦最能打仗的 中国铁路人用坚韧不拔的意志 和忘我精神 为坦赞两国修建的铁路 不仅创造了奇迹 更树立了一座 象征中非友好的历史封碑 当时中国人 在坦战两个人民的情分中间 用他们的话来讲 你们就是我们的天使 就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不管你坐了火车 你还是坐了汽车 在他沿线走的时候 你只要是窗子外面 看到是你中国人的车 你中国人在车上 下面的 不管是大人小孩 男女老幼 全都冲着你们喊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坦赞铁路在当地交通中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中国也未曾停止 帮助非洲建设铁路的脚步 宽阔明亮的后车大厅 先进的电子购票设备 亲切的服务人员 让人仿佛置身在中国的 某个高铁站内 但这里 却是肯尼亚蒙内铁路的 内罗币站 由中国企业成建的蒙内铁路 被当地人称为世纪铁路 它东起肯尼亚第一大港 蒙巴萨 西至首都内罗币 是肯尼亚百年以来 最大的民生工程 蒙内铁路的通车 不仅改变了肯尼亚百姓的 出行方式 减少了货物运输时间 更成为了铁路沿线百姓 改善民生的致富路 有一个当地居民叫约翰 他从事的是摩滴省 和一些这个咖啡馆省 自从蒙内通车以后 他从原来收入无法维持 家庭的正常开支 到现在已经成为 爱玛丽镇的致富人手 那铁路给他和他的家庭 带来了相对富足的生活 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 全部采用中国标准 和中国装备制造而成的 亚籍铁路 犹如钢铁巨龙 蜿蜒前行 亚籍铁路的开通 盘活了埃塞俄比亚 和吉布提两国 工业化发展的区域优势 在亚籍铁路沿线 自贸区和工业园 正在拔地而起 成为推动非洲 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吉布提市 现代化的多功能港 和自贸区 正在成为非洲之脚的标志性建筑 它的轻工业说白了 现在在铁路建筑之前 可能没有大力地发展 这个轻工业 因为说白了 发展之后 可能这个东西运出去 运输成本比较大 但是铁路修建之后 它这个修完之后 可以直接通过铁路 相当运输 我觉得这是埃塞整个 布局的一个 一个必然之事 要想赴先修路 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 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上 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坦赞铁路到蒙内 亚籍铁路 中国真诚的支持 有力推动了 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给非洲带来充满机遇的未来 今天的非洲比以往更加自信 朝着更加开放 更现代化的发展轨迹 前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